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穆勒无法是探究因果联系的逻辑方法 又被称为排除法归纳推理 它是由英国逻辑学家约翰·穆勒根据培根的三表法发展而来的 我们这一节所讨论的因果推理 就是建立在这五种方法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说归纳逻辑属于科学方法的范畴 那么穆勒无法呢堪称典型 因为它的结论是从有计划有目的 可以安排的观察和实验等科学方法当中呢 得到的有着较大的归纳的强度 那么它包括呢求同法求义法求同求义法以及共辩法和剩余法这五种方法 那么下面呢我们先来看求同法 那么求同法呢是某一个现象在不同的场合出现 而各个场合当中只有一个唯一的情况相同 那么唯一的情况就是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或者结果 你比如说有这样一个例子 五个人呢在一次聚餐后发生了食物中毒 那么调查表明呢 这五人虽然吃的菜不尽相同 但却都吃了其中的某一样菜 比如说红烧鱼 于是呢我们可以初步的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红烧鱼是这五个人发生食物中毒的原因 那么运用求同法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注意这样的一些问题 你比如说那么各场合有没有其他的共同情况 如果有某个隐藏的共同情况 就需要加以注意了 因为很可能这个隐藏的情况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原因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例子当中 也许还有一个共同情况是我们没有发现的 那么如果呢这个隐藏的情况呢 没有被发现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呢会让我们找错了这个原因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 至少要有三个以上的场合进行比较 那么场合越多 结论的可靠程度就越高 因此呢要选择尽量多的场合来进行比较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英国无法当中的求议法 那么求议法是将被研究的事物现象呢 置于两个矛盾的场合下进行比较考察 从而来确定某一个事物的现象 是否与某一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的一种归纳的方法 你比如说有这样一个例子 那么一台电视机放在卧室的时候 图像是清晰的 而搬到客厅之后这个图像就紊乱了 由于呢除了电视机的位置不同之外 电视机本身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 卧室与客厅的位置不同 是影响这台电视机图像清晰的原因 那么运用求议法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注意这样的问题 就是在被考察的正反两组的事例的先行情况当中 除了唯一不同的情况外 其余的情况必须相同 就如果相比较两个场合 除了某个不同先行的情况外 还隐藏着其他的差异因素 那么这种差异因素 很可能就是被研究现象的这个真正的原因 那么另外呢 应该注意的这个两个场合当中 唯一不同的先行情况呢 是被考察现象的全部原因呢 还是部分原因 也是我们需要这个关注的 我们再来看 求同求异的并用法 那么求同求异的并用法指的是 若在出现某种现象的几种场合 都存在一个唯一的共同情况 在不出现某种现象的几种场合 都不存在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情况就是某种现象出现的原因 你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 人们发现有的鸟每年要飞行几万里 但不会迷失方向 它们呢是如何确定飞行方向的呢 科学工作者发现 凡是天气晴朗 看得见太阳的时候呢 这些鸟呢 都能准确的朝目的地飞行 凡是阴雨天看不到太阳的时候 它们就迷失方向 那么这说明呢 这些鸟的远航呢 是利用太阳来进行定向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 求同和求异的并用法 那么运用这种求同求异并用法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注意就是 尽可能的增加 或者说呢 增多考察的场合 因为呢 考察的场合越多 就越能排除偶然的巧合 那么正面场合与负面场合的数量越多 结论的可靠性呢 也就越高 另外一点呢 我们应该选择 与正面场合相似的 负势力来进行比较呢 才是有意义的 那么如果说 负势力与正势力的情况越相似 那么结论的可靠的程度 也就越高 我们下面呢 来看第四种求因果的方法 圣语法 那么圣语法呢 是已知某些符合情况 与某一符合现象呢 有因果联系 那么又知道呢 符合情况当中的一部分 与符合现象当中的一部分 有因果联系 那么剩余的情况与剩余的现象 有因果联系 那么也就是说 它整体呢 首先是有因果联系的 其次呢 在整体的部分当中 复合现象中复合现象之间 也是有因果联系的 剩下的剩余部分 那么我们就可以推知 它也是有因果联系的 你比如说 在当年呢 居里夫人呢 发现雷的实验当中 就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居里夫妇呢 在实验当中发现了 沥清油矿 样品的放射性呢 比纯油的放射性还要强 它根据剩余法的原理呢 做了筛选 排除工作之后呢 推断了这类矿物质里面 还含有其他的放射性元素 那么在经过了 54个月的艰苦劳动之后呢 终于找到了 放射性比油还要强 200多万倍的雷 这是我们运用剩余法呢 进行因果联系推理的 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当然呢 运用剩余法呢 去进行归纳推理的时候 去寻找因果关系的时候 还需要呢 注意这样的一些问题 就是必须明确的认定 这个符合原因呢 和符合现象之间 已知的因果部分 并且呢 这个已知的原因 不能是剩余部分现象的原因 否则你的结论就是不成立的 那么另外呢 就是符合现象呢 剩余部分的原因 也可能是一个复杂情况 也就是说这个剩余的情况呢 它不是单一因素的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之后 你需要对剩余的部分呢 再进一步的去进行研究 那么直到呢 找到全部剩余现象的原因为止 下面呢 我们来看最后一种 求因果的方法 共变法 那么共变法呢 就是在被研究现象 发生变化的各个场合 如果其中呢 只有一个情况 是随着变化发生的 而其他情况都保持不变 那么这样的一个 唯一变化者的情况 就是这一现象的原因 或者是结果 你比如说 我们有这样一个例子 低温超导研究表明 当温度降低时 导体的电阻会减小 那么温度越低 导体的电阻就越小 那么科学家们 由此得出了结论 温度与导体的电阻之间呢 是有着因果联系的 那么运用共变法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 与被研究现象 发生共变的先行情况 应该是唯一的 如果与被研究现象 发生共变的 还有其他的情况的话 就可能会导致结论的错误 你比如说 气体的体积 会随着温度的升高呢 而膨胀 是以压力不变为条件的 如果压力有变化 比如说压力变大了 那么气体的体积 就不一定会随着温度的升高 而膨胀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两个现象之间的共变关系呢 常常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那么现象间的这个共变关系呢 超过一定的限度 有时呢 这种关系呢 就会消失 或者呈现出一种 相反的共变关系 你比如说 农作物的这种秘质 那么在一定限度内呢 是可以增产的 但是呢 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限度 就不会增产 反而会什么呢 减产了 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 各种场合 唯一变化的情况 与被研究现象之间 是否互为因果关系 我们知道呢 由共变法所求得的因果关系呢 有时候呢 是单向的因果关系 是不可逆的 有时候是双向的因果关系 是可逆的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过的这种等值的 那么可以从左边推右边 也可以从右边推左边 所以呢 运用的时候呢 必须注意因果关系的多样性 你比如说 一个振动的阴差 放在这个空的盒子里 那么阴差的这个振动呢 引起盒子内的孔子的这个振动 那么盒子内的空气的振动 又会使阴差的振动加强起来 那么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第四种情况呢 我们要考虑的就是 有些现象之间有共变关系 但不具有因果关系 你比如说 闪电和雷鸣之间 是有共变关系的 就是闪电越强 雷声就越大 但是二者之间却没有因果关系 因为呢 它们都是云层放电的结果 也就是它们是同一个 原因导致的两种不同的结果 而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以上呢 我们介绍了五种因果推理的 这样的一个方法 也是我们寻找因果联系的 最基本的五种方式 那么客观的说 穆勒无法呢 只是在某些简单的情况下 才有用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局限性其实是很明显的 它并没有为人们去寻找因果联系 提供一种普遍的指导 那么穆勒无法的基本思路呢 是把现象当中可能的原因的候选者呢 加以排除 直至剩下一个可能原因的这个候选者 那么要想找到这个剩下的原因 就必须呢 首先列出所有的有关事物现象的可能的原因 并且呢 务必要使得真正的原因也在其中 而我们并非总是能够幸运的 找到所有的可能原因 或者说呢 恰恰在我们找到的这些可能原因当中 真正的原因也在其中 退一步讲呢 就如果我们总是幸运的 但也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可能原因的候选者 数量太多 那么很难做到呢 逐一的去排除 因此呢 关于这个穆勒的求因果无法的实际应用呢 我们应该有一个恰当和客观的评价 虽然呢 它在归纳推理当中 有着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程度 但是呢 在现实的应用当中 它也有很多的限制的条件 这个支持点呢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